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行家论股 我是主播杜真琳 双微三位 2019财年首季净利 暗年攀高13.8% 截至今年3月底 该公司营业额却暗年下跌12.3% 双微首季的财报符合预期 联昌国际投行研究 看好建筑以及保健业务 将推高接下来的财报表现 子公司双微建筑 首季成功取得11令吉的新合约 可继续贡献双微的增长 2019财年产业销售目标为13亿令吉 海外发展项目占整体发展总值的一半 目前未入账的销售额有18亿令吉 预料可以支撑未来三季的英利表现 不过疲软的国内产业销售 潜存下行风险 建筑业务仍然稳健 货帮的合约有望超越15亿令吉的目标 然而基于股价上升空间有限 联昌国际投行维持守住的投资建议 以及1令吉73的目标价 联昌国际投行维持守住的投资建议 维持守住的投资建议